天亮了 经过一晚的恢复 身体的疲劳感已经消失殆尽 现在是早上六点半 今天我就打算正式穿越到小浪身边 不管他在哪里 我都要跟他相见 因为这是第一次进行穿越 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还是多吃点东西 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 再进行穿越吧 嗯 就吃点土豆吧 倒上所有的食物里面 含热量最高的就是土豆了 它可以快速的转化成能量 为身体提供动力 这八个足够我使用了 带回去烤着吃 太好了 一层还有肉一起烤了 温速搭配这样吃起来也非常的美味 而且土豆可以促进肠道消化吸收 把地上的木棍捡起来 添到篝火里面 烟火 肉比土豆熟的慢 先烤两块吧 再加两个土豆吃起来更加有营养 对了餐库里面还有罐头 让我去看看是什么味的 如果好吃的话就一起拿过来吃了吧 这顿早餐是我在太平洋海域上 两个多月以来最奢侈的一次 这些都是牛肉罐头 太棒了 拿一个 带走 我好久没吃过牛肉了 把它虾热一下 吃起来肯定非常美味 烤个十来分钟就可以吃了 我已经闻到了扑鼻而来的香味 吃掉 哦 这味道太棒了 让我把这个当做早餐的话 我能吃掉一百个这样的罐头 土豆应该也熟了吧 拿一个 尝尝 火候非常到位 外焦里嫩的 肉应该也熟了 拿下来 吃掉 焦脆的外皮 更凸显出肉质的弹性 土豆也不能浪费 吃掉 现在已经九足饭饱了 不过我该怎么样 才能穿越到小浪的身边呢 唯一沾有它身上气息的 只有这张纸条了 把它带走吧 希望传送着 能够根据这上面残留的信息 把我传送到小浪的身边 去武器库拿点装备 用来防身 到时候发生危险的话 至少可以自保 嗯 这次就拿气枪吧 它的射程 威力以及穿透力 要远高于弓箭跟时髦 而且到外面的话 这东西的威慑力 肯定会非常高 之前一直不舍得用 现在是时候出场了 我都好久没射过枪了 去找个东西 试试现在的枪法如何 就前面那两棵椰树吧 射下来的椰子还能带走 当作水源来解渴 耐死 成功记录一只椰子 剑和椰子都能捡起来 可谓是真正的环保污染 再来一发 农田里面的库拉果 应该结出果实了 顺便也射下来 带走 当作干粮吧 收拾一下 准备出发 哦 现在可真热呀 可是传送的最佳时间还没有到 再等等吧 到53克再出发 那时候的太阳 挂在天空的正中央 是地面上阴影最短的时候 而且也是一天当中 阳气最盛的时候 因此传送成功的几率 会提高不少 自从古时 就有53克这一说法 那时候人们对鬼神论非常的迷信 因为影子在中午的时候最短 所以说 这时候的太阳非常旺盛 出来走动的话 有利于化解体内的阴气 好了 现在时间差不多了 先到五星风火台上 看一下吧 把风火全部点着 时间已经到了 白天点着这种风火台 让我有种在祭祀的感觉 检测到低等风火台 是否启动传送阵 提示 请宿主注意 进行时空穿梭 可能会出现时间加速 或者倒退的嫌弃 第一次进行穿越 会留下一些后遗症 再次提示 是否启动 启动 宿主注意 空间开始紊乱 传送阵即将出现 倒计时 三 二 一 天哪 这就是传送阵吗 直接进去 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呀 不管了 只要能让我跟老战友相遇就好 开始传送 穿越成功 请宿主与战友 一同对抗年兽 胜利者 能量加持 败者 减时